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首都北京三天两头就来一次 严重影响到民众生存的安全感 在这次大陆两会召开之际 雾霾这两个字也首次出现在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说要重点治理经常有雾霾的大城市和区域 减少悬浮污染物PM2.5 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心肺大患 其中淘汰老旧的燃煤厂 以及找寻新能源保护生态都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但什么时候北京市民能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绝对是一个持久战 老百姓们可不能等 那么现在各式各样的质买物品 像口罩 防毒面具纷纷出笼 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还有更积极的是这些大叔大妈们 自己发明的空气清净机也纷纷出笼 慢跑爱好者在零度低温脱光衣服 这是北京一年一度的光珠跑 虽然不穿衣服 他们依然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搞怪 这一天PM2.5数字逼近300 不少人戴着口罩 甚至连防毒面具都出笼 热爱慢跑的人总得跑得大汗淋漓才过瘾 但这种雾霾天让很多人担心会不会越运动越伤身 终于两年前背着一个机器肺 在北京跑马拉松 将吸入的PM2.5颗粒采集到磨片上 六个多小时跑完全程后 他吸进5000多微克的污染颗粒 机器废的白色绿膜变黑 在北京的话 没有几天是适合一个健康运动的这种空气质量 那实际上这甚至会让我产生一种 就是我不能在北京再居住下去的想法 他无法忍受北京的空气 离开住了十年的北京搬到云南 逃离北京的大有人在 但五年前从美国移居北京的这个台湾家庭 没有离开 雾霾天 朱太太关紧门窗 还特别花了两万多台币 从美国买来一台空气净化机 24小时运转 保持室内空气干净 雾霾来得越来越频繁 她发现一台不够 打算再多买几台 家里每个人也都备好了口罩 这是出门时的必要防护 那你有没有出去玩 可天气不好 天气不好就不能出去玩了 对 她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出过门了 真的啊 对 因为这个礼拜空气外面都不晃嘛 两个孩子待在家里 一样玩得很疯 但还是想出去玩 应对北京糟糕的空气 一家国际学校赤字1.5亿台币 盖了两个巨大的圆顶帐篷 作为防霾运动馆 里面设有空气净化器 让学生在污染天可以照样活动 但大多数的人得吸着灰霾过日子 嗓子都咳嗽嗆 嗑子都有些问题 都发烟了 喉咙不舒服是小 大陆前卫生部长说 空污导致大陆每年50万人早死 钟南山说雾霾是癌症形成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研究说 淮河以北冬天烧煤供暖 寿命短少5.52年 复旦大学的实验表明 雾霾会使先废六天变成黑废 而且无法复原 我现在离北京故宫 省武门的距离大概有300多公尺 在北京雾霾特别严重的时候 像是今天PM2.5的指数突破400的时候 这个景物就变得模糊不清 网友用仙境形容雾霾的朦胧 从2月19号到26号 雾霾持续笼罩北京一个星期 时常超纪录 污染物含量平均为WHO建议上线的16倍 PM2.5指数天天破表 深圳晚报用红笔勾勒出消失的天安门城楼 意味深长 我们在污染天和晴空万里时 从同一个角度拍摄中央电视台大楼 让您看看反差有多大 就觉得很脏嘛 就一出来一趟一进去一席店 不过雾霾衍生了一些商机 28岁的格斯本来在北京念完研究所后 要回美国当中文老师 但是他的朋友发明DIY空气净化器 意外让他开始了一番事业 剪掉电扇的罩子 把绿网绑在前面 就成了一台空气净化器 他和朋友做过实验 证明能达到清洁空气的效果 他们开课教学并且在网路上贩售 一个1000块台币 比起动辄上万元的空气净化器 便宜许多 结果供不应求 大缺货 差不多有6个月 我们一共买了2000多个 在大陆专业的空气净化机 2013年大卖240万台 年增长90.5% 口罩市场在2013年已经达到25亿多 2015年将增长到39亿 台湾的业者也想抢进这块市场 这个是折叠式口罩 它是有气滑 气滑呼吸起来会比较顺畅 他每年销售一两百万美金的防疫口罩 给联合国 现在打算另辟大陆市场 北京政府多重管道全力致埋 但最终只能靠风 雾霾笼罩北京一个星期后 终于刮起北风 吹出一片蓝天 破量了很多 前几天真是憋得压抑 手机微信上全程欢庆 网友纷纷感谢重获 呼吸干净空气的自由 只是不知道这蓝天能维持多久